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第十届三星杯决赛 也是在我国的罗启河九段和韩国的李昌浩九段 这是一盘万众瞩目的棋 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他们三局两胜制的第一局 这盘棋是在1月10号在韩国首尔进行的 他们这样的对局用时是每方两个小时 那么现在我们就给大家来介绍这盘棋 罗启河之黑第一招星 星位然后小木 这都是精心准备的布局 那么一挂李昌浩一间低加 然后他手脚 这个时候一般分头或者小飞各有的 现在李昌浩是走这个 那么挂脚 小飞手脚 然后进脚 然后这个时候挂星位 二肩高加 然后是双飞燕 这是李昌浩意在给他打伞 然后给他收关子 这是他擅长的 走这样的定势是李昌浩相对比较熟悉一点 他喜欢这样的白棋 这样的步调可能快一点 这是一个多种选择 他就选择这样的布局 那么然后呢 星位走一个 这个棋呢 黑棋顶一个呢 是叫吃一个是定式的继续 这么一段呢 他一提呀 或者沾或者沾 这个就是很多人都是这么吓的 但是呢 罗喜和他脱先走在这个差异 就这么地方走一个 你这么顶了他都给你了 这是个人对这个棋的形状的理解不同 当时他关键想挡在这里 这样的这个收 这样的走法 这个呢 在当时 大家这个都对局当中 都认为这样白棋应该是可以满意 很多人这么认为 但是呢 这时候啊 这个 他们两个人的这个想法不一样 是吧 想法不一样 那么白棋呢 这个时候拆二 拆二呢 这个是一个好点 这个是个好点 这个棋呢 这个时候碰 很多人呢 觉得是也是可以选择的 这个碰 这个碰呢 因为你要退一个呢 他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啊 因为争子有力 他有这样的棋 棋的这个下法 这样的争子争不掉白棋 这是一个布局啊 来说是 这个黑棋 可能是比较怕这个白 白棋是这样走法呢 是可以的 这个时候 所以说这个时候碰的时候呢 很多人说摆成这样 沾 那么白棋扳 这样 这样的下法呢 可能是 白棋比较能够打散 当时预计可能啊 大家以为啊 可能这个碰是 给李昌浩设计的这个 一个好点 现在呢 他拆尔 当然这是一部 很大的棋 但是呢 这个罗喜和呢 他走这个棋 飞进去 然后跳起来 这是他在对局当中 多次出现过的形状 他特别喜欢这样的黑棋 经常是 你如果这样的话 他经常是就自己 就这么飞了跳 更何况现在有了一个 他还是这么走 还是这么走 所以呢 这个棋啊 他是非常乐意这样 那么这个棋呢 之前是先扳一下 这是先手 飞了 跳起来 这个时候呢 白棋呢 在这个地方拖一个 这是出乎大家的意料 几乎是所有人 都没想到的一部棋 大家都是给他设计 是这个地方靠一个 这个地方靠一个 让黑棋比较难硬 因为你刚才说 走这个 他有打吃了 搬住 对吧 这个棋呢 如果你搬呢 你仍然是有这个搬 所以呢 这样的棋局 碰一个呢 觉得是很好的一部棋 这个当时 这个在中国棋院呢 观战的人呢 他们都是众多高手 一直认为这招棋很好 但是这招棋 很多 让很多人不理解 因为这个碰完之后 这招棋呢 就不够严厉了 那么现在呢 他这个白棋啊 走了这个之后 他去在这个地方 尖一个 堵在这个的 又是一部 让大家稍微 出乎意料的棋 都觉得 这样跳一个 是否 这样的棋啊 可能是比较 正常的进行 这样的 白棋 很顺着 按以往 李昌浩的风格 都觉得 这么下 可能是大家 预料的 哪知道 李昌浩 今天的对局啊 出乎很 出乎大家的意料 好几步都是 出乎大家的意料 那么 走了这个之后呢 被黑棋 这么一阵呢 这个棋啊 形势就不如 大家认为 刚开始 那样 认为啊 觉得 可能是 白棋 捞了这个 定士啊 这个捞了失控之后 白棋不错 大家刚开始 都这么认为 可是走到这个时候啊 就 大家就 可论 这个观点啊 就有所改变了 现在 他一阵 顶一个 另一个 那么 这样呢 就是说 白棋 拆一 被他阵着之后啊 这个拆一啊 这样的话 已经是 黑棋 有所改观了 现在的棋局啊 形势啊 就已经进入一个 混乱的状态 可以说是 已经 双 我认为啊 可以说是 双方 呃 优劣难说 可以说优劣难说 现在黑棋走这个 好点 你要 歼三三 再来一下 这个棋呢 黑棋 步调展开 可以说是 他已经进入 这个 罗喜和 比较擅长 呃 进入他的步调了 如果像刚才那样 白棋 就稳稳的跳一跳 收骨 就是 很 跳一跳 拆一拆 那样的话 大家都认为 李昌浩 呃 比较擅长 但是这盘棋 走到这个时候 我总觉得这个 这个李昌浩 可能和原来的 李昌浩的风格 是否有所改变呢 这个也未可知 呃 这个棋 他挡一个 这个时候 黑棋爬一个 这个棋呢 呃 应该说 白棋这个 有受攻的 这个嫌疑 现在攻着你这个 他这个黑棋 拆着两翼 紧逼 呃 这个棋 你尖一个 好棋 这个地方有挖 是吧 黑棋虎 然后白棋跳出来 应该说一个正常的进行 是吧 这是一个正常的进行 那么 这个时候 跳一个之后呢 黑棋 下一步啊 黑棋啊 这步棋 呃 应该说是 很好的棋 是吧 很好的棋 这招棋呢 呃 这招棋 这个一走上这个之后呢 呃 走上这个之后 这个棋呢 形式完全不一样 这个地方啊 这个走之前呢 先拖一个 试应手之后 这招棋呢 很好 嗯 他走上这个之后呢 这招棋主要是 他把这个毛病啊 给补上了 呃 这个地方啊 有你还不敢马上动 关键是他阴着你这个 这面下面 马上啊 有这个 有这个问题 呃 这个棋呢 有这个点的 严厉手段 呃 你要沾上这一 没有活 所以这招棋 是非常漂亮的一手 呃 使得这个 呃 使得白棋啊 你不好办 现在应该说 在走了这个之后 应该白棋啊 稍微的难下一点 呃 大家给他 呃 可以说是设计的方案 觉得他最厉害的 呃 有说走这个的 比如说这样 呃 就简单的 这样的话 也是一种下法 呃 不管怎么说 我钻进来了 是吧 我这个地方 也能够 这感觉是白棋啊 呃 也是比较厉害的 这硬着往里面钻 这有段 这是一种下法 呃 这个感觉是 还是 也是可以考虑的 还有一种下法 是这么拖一个 哎 拖一个 呃 这也是一种下法 呃 种种的变化 但是没有想到 大家没有想到 这么一拖 或者一靠 李昌浩就这么简单的 居然走这样的棋 这个大家都是很吃惊 就这么俗的走了一串 让黑棋长一个 他就这么稳稳的沾一个 这样的定型 是在场的人 是在场的人 都感觉到非常奇怪 说是这样的李昌浩 是我们想象的那个李昌浩吗 呃 是否有所改变呢 大家如果不是这么确认的话 都不相信这是李昌浩下的棋 的确这是李昌浩下的棋 呃 李昌浩就这么忍耐的 这个下一个下这样的棋 呃 应该说这是非常俗的一串定型 使得让黑棋这么点一个也是比较厉害的 呃 这个地方有点进的毛病啊 那么呃 这个地方再尖一个 呃 先尖一个 那么 另一个 这是之前呢 他这个呃 也走过的 呃 走完之后呢 这一点 一冲 呃 那么就再点进来 又是来搜刮李 搜刮了李昌浩这个 这个棋 这个棋呢 你要不走 我赶不走我这一爬 整块棋还没活 我正好供着你 那么趁是我能大势的乘起来 现在李昌浩再次忍耐 那么 搬完一爬 这个等于是 打完这样定型 应该说这个棋 应该说黑棋便宜很多 感觉黑棋又便宜了 那么 这个几个地方一走啊 大家觉得这个棋 呃 感觉是黑棋很好下 呃 一片的乐观的声音 这个时候 呃 的确是这个 我现在 我也认为 的确是黑棋比较好下 呃 很厚实 呃 现在 有 很多说是在中央走棋啊 怎么 疯啊 但是呢 这个时候 罗喜和他走的棋呢 呃 更具特色 他在这尖一个 这个时候呢 尖一个呢 供这个白棋 让你来掏我的黑控 呃 你即使 掏呃 成功一部分呢 但是我肩你呢 仍然是形势不坏 因为什么 我肩完之后 你这块白棋没有活 呃 那么 这个时候白棋打一个 呃 这么定型的 黑棋反打 那么 提一个 沾上 然后 这个白棋呢 就在这个地方 忍耐 继续忍耐 这个地方里面 其实还没有活干净 这一点 这个棋呢 以后 是有一个 有问题的 啊 这个 一点 你的 尖一个 实在就是这样 点了他尖一个 呃 黑棋飞 飞在这 飞正一个 这里面没有活进 没有活进 留有后 后患的 哈 这个时候 呃 实战着黑棋在这个地方 走一刀棋 白棋在这个地方走一个 不走的话 被黑棋 走一个的话 他围的很大呀 他在这走一个呢 破白棋的地方 关键是这个地方 有毛病 呃 黑棋呢 这个地方他在补 不补的话 是有问题的 呃 黑棋补了一个 那么白棋尖一个 呃 飞一个 那么就尖一个 一个 这个时候啊 在走这个之前 大家都在设计 这个 一直担心是这个棋 挤一个 在这个时候挤一个 你沾上这个地方 有这样的 这个棋 但是呢 有 大家给设计之后呢 说是这样走的话 如果 给他压一个 他这样度过的话 这个是李长浩不赢的 因为先手提了之后 你打过来 这度过一部分 这样黑棋再往这边走 黑棋 白棋不赢 啊 那么所以这个就可以说是 大家把它呃 不用担心了 就不就最后李长浩也没有选择这个棋 最后的结果是 他选择了这个中间 在这个地方 来破黑棋的空 那么在尖 飞 尖顶 长一个 下城这个时候呢 这个说是中午 到了这个暂停的时候 这个是中午暂停的时候 呃 这个时候呢 大家都觉得这个地方是有棋的 呃 搬了 搬 白棋一团 这个一走是一个是对白棋一个致命的一个 一个一个手段 那么 下午 开始 他们中午啊 暂停一个小时 呃 那么之后呢 黑棋 白棋的李长浩第一招是在这个尖 尖一个是应该说是好棋 呃 尖一个呢 呃 来尽量浅销这个 黑棋 浅销他黑棋 呃 这个棋呢 如果你正常啊 在这么围空 如果这样的围空啊 这个棋啊 这个棋就不赢了 呃 这样围空的话 围到最后呢 就不赢了 他一 找机会这一拖 他收刮的话 这样就 这个空啊 黑棋不赢 所以啊 这个棋呢 尖在这儿很大 这个 罗喜和尖在这儿挺大的 呃 挺好 这个棋 呃 白棋先试一下 黑棋 应手 呃 然后这个时候呢 他也反噬一下黑棋的 呃 白棋的应手 这个棋呢 是使得李长浩 尝好了很久 他在这个地方 呃 尝好很久 因为 他 呃 如果这么连的话 害怕你冲断 害怕你冲断 如果你这样的话 他害怕你这样 给他搬出来 里面 里面 忙着做活 呃 所以 这个棋呢 他最后的忍耐是在这儿 呃 在这个地方 他在这个地方贴一个 你 黑棋贴 白棋长 嗯 这样 这样定型 那么 黑棋再来这个地方爬一个 他挡住 把这个立下来 成为这样定型 那么 这个定型完之后 应该说 呃 应该说是 一个 呃 黑棋 稍稍好一点的 那么 一个 一个形式 但是这个 白棋 知道这里面 有一些 呃 这里面啊 有一些问题啊 所以呢 他靠一个是非常机敏的 这是黑棋打 他沾上 然后虎一个 这个时候呢 他加一个 冲一个 这李昌浩的定型 在这个地方呢 打吃 沾上 走这个 他想呢 稳稳的收官 在这个地方 打住 是吧 打住 那么 走成这样的时候呢 黑棋 这招棋 隐藏的这招棋出来了 嗯 搬一个 嗯 白棋团 这招棋比较狠 这招棋 这招棋呢 你白棋 只有沾上 然后 他渡过 渡过 搬一个 嗯 这个棋呢 黑棋打 粘住 这个时候啊 黑棋 走的 这个顶 白棋 白棋 把这个粘住 是吧 这个要连 然后 黑棋 这招棋 比较狠 这招棋 比较狠 这招棋呢 应该说 白棋 正常的情况 是应该 这样走 把这个 做活 但是呢 他担心 这样被黑棋 挡住之后呢 这个收棺下来啊 呃 正常的判断是 白 黑棋 稍稍好一点的 局面 稍稍好一点 这个时候 李长浩走了一步 走了一步什么呢 走了一步冲 呃 这个棋 冲呢 这个棋 哪想到 罗喜和这个地方 他算得很准 居然 把白棋 吃掉了 这个棋 因为 你这个棋呢 你 你要想 来吃黑棋 黑棋啊 就是只能如此 呃 这样走这个 他就粘住 呃 你这个棋呢 走这个 他就往前走 这个棋呢 正好是 呃 正好是呢 黑棋 快棋 你看 这样的棋啊 呃 这样粘住 这一扑 就没有 怎么说啊 正好是 黑棋 快一气 呃 这个棋呢 是在这样 走成这样 打吃 提了之后 这样 白棋 一叫吃 这个棋呢 已经是 最后 最后的结果 是这样 就已经 死了 哎 下成这样 应该说 呃 应该说是 已经是 把这块棋 呃 把白棋 整个给吃住了 整个吃住 实际上 这个棋 已经结束了 就是说 正常的 走下来 你看这块棋 突然间 爆死一块 那么说 应该说是 不行了 呃 李昌浩 其实也可能 是误算了 包括你还损了 一个劫财 对吧 这还损了 一个劫财 可能至少 一个 那么 白棋 走在这 这也是李昌浩啊 最后他想 再看一看 这个时候呢 应该说 已经 不行了 呃 那个 呃 但是因为 双方 独秒 李昌浩 再走一走 这个棋呢 如果你 正常的 在这压一压呢 是 这个 最好 呃 这样压一压 直接 本身这个棋啊 还有一个软头 呃 压一下 呃 这可能结束更快 那么 罗启和呢 他唬一个 觉得这样也可以了 那么李昌浩 来吃他这个 呃 吃他 实际上 也是吃不掉的 呃 他靠一靠 你扳一下 他实际上断一断 哪怕气 一定要 少给对方 吃一点也没关系 他这个棋呢 这个 他也是 走的这个 他尖一个 呃 这个 这个棋呢 就是说呢 呃 相对的来说 哎 复杂一点 他紧一个 这个棋呢 就是说 吓得 错来错去 他到最后呢 他也舍不得 罗启和杀的兴起啊 也舍不得给你 那个呃 气了 这个棋呢 他把这个吃一个 叫吃 呃 提掉 然后呢 白起尖 这我这个地方 形成了一个打结 缓一细结的一个状态 缓一细结 这缓一细结呢 应该说 这罗启和下的 不是很简明 啊 这不是很简明 但是他呢 这个这就是罗启和的风格 罗启和的棋呢 这个变化很多 呃 就是我觉得 他这个棋啊 观赏性非常好 呃 他这个 很多 他就别人觉得 可能是 不应该这么下 他是 呃 就这么 本来应该简明的 呃 可以赢了 他不不行 他非要再给你来打结 打结这个 搞得 大家提心吊胆 可以说是 玩心跳的 他是一提 这个棋呢 后面的进行 怎么呢 他断一个 吃一个 然后提一个 这个时候呢 呃 白棋 走的什么 白棋去 白棋啊 是 爬了一个 这个棋呢 爬也不好 李长王这读秒了 应该点一个 因为啊 这个棋啊 你因为 这个地方团了 他提示先手 本身如果不走啊 这个棋呢 打了 有一个 走这个棋 有一个双活的问题 你投了一个班 所以呢 这个棋啊 呃 他没有走这个 他是走什么呢 他去爬一个 呃 这个棋呢 呃 黑棋 是 他一爬 这个黑棋呢 是爬这个 那么白棋呢 再提 黑棋吃 他一走 再一提 那么 那么白棋呢 白棋是挤了这个 黑棋粘 要这个节 再提 那么白棋呢 是 这黑棋走这个节 他一吃 他一提 那么 白棋是在这儿叫吃 这个棋呢 也不好 啊 粘上 再一提 他一打吃 他一拐 再一提 是个缓一气的节 那么 白棋这个时候叫吃 黑棋粘上 再一提 然后再一叫吃 他一提 再一提 这是一个缓一气的一个节 才 但是呢 这个棋很玩样 如果全部被吃了 无条件 如果白棋把它吃了 这个棋啊 仍然是白棋要赢 李长奥要赢 但是呢 这个罗喜和 关键这招棋是败招 这招棋应该继续打劫 这个棋胜负难料 应该说胜负难料 结果李长奥走了这个之后 使得罗喜和在这儿啊 有个本身节了 他一下子把这个 他打 打坏了 这个棋呢 走这个之后呢 那个白棋 这个 这一走 再一提 那么白棋呢 白棋走什么呢 白棋粘这个 他一扑 再一提 好 这个棋呢 这也是有个节 是吧 走了这个之后 再一提 好 这一提 他一叫吃 再一提 那么这个棋呢 那么这个棋有个冲 他一挡 再一提 那么棋这一粘 这一叫吃 再一提过来 好 这个时候 那么有什么节呢 他一断 使得这一粘 这个棋啊 被他这么一打出来 这个棋呢 使得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棋啊 被这一叫吃 他一提 这一冲 被这样一提 他这个时候没有节了 只有找这个节 被他全部提过来 最后的结果是呢 被他这么全部提过来之后 他这一断 结果里面又成为一个 沙大器 这样的棋 最后 因为这个沙器就已经输了 最后的结果 这个罗喜和痛快的 把这个全部吃了 然后又收起 彻底的把李长浩打败了 好 这盘棋 可以说罗喜和的一个名局 最后的结果是 罗喜和中盘获胜 好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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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